当地时间11月28号至29号 中国、俄罗斯、南非三国海上连演 在南非开普敦港附近海域 举行海上士兵演练 28号当天 三国海军参演舰船 首先进行编队联合机动演练 随后编队导演组宣布 发现海上不明目标 各舰加强警戒与搜索 中方参演舰艇立即拉响 战斗警报 官兵进入战斗位置 打开雷达 对海上目标进行识别判定 各舰副炮对海上把镖进行射击 中国海军围方舰一举击中目标 在直升机护降客目中 围方舰作为此刻目的编队指挥舰 指挥中方舰载直升机相继起降 俄海军乌斯基诺辅元帅号巡洋舰 和南非海军龙山号辅助船 还指挥南非舰载直升机 在围方舰上进行了起降 在对俄巡洋舰实施着舰时 由于涌浪过大 俄舰横摇一度达五度 围方舰载直升机把握时机 克服海上风浪 果断降落着舰赢得了俄罗斯军人的赞赏 陌生海域高海空下 在外军舰艇上实施起降作业 难度比较大 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为了顺利完成此次任务 我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实施过程中机组密切配合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通过演练 我们对外军的着舰设备和引导流程 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也提高了三国海军间的沟通协作能力 在为期两天的海上实兵演练中 中俄南非三方还开展了 营救被劫持船舶 营救遇险船只等课目演练 在完成所有课目后 参演编队举行分航仪式联合演习结束 本次海上联合演习 是中国、俄罗斯、南非三国海军 首次在非洲南部海域举行的海上联合演习 本次演习以维护航运 及海上经济活动安全联合行动为课题 三国海军多次进行连演方案磋商 彼此间协作能力不断加强 演习进一步增进了三国海军的友谊 有力推动了三国海军的务实合作水平 和联合行动能力 三国海军多次进行动能力